綠色消費者基金會 方簡 秘書長 下一位我們請廖議員 我有一個power point 轉到前路 我想順著這個 我可能沒有那麼衝動 那個去衝總統府 不過在這邊 我們第一個 總體戰略目標是什麼 所以我想 國防部有來 不知道 要不要吃這個 寒瘦肉精的這個美國豬肉儀寶是效忠 那促進台北關係 我倒是很樂意 那個 用食明治來吃這個 美豬 含瘦肉精的美豬 或許可以一公斤底兩公斤這樣帥 可能吃到 一頓的話 你可以自動就變成美國人 這樣促進我們跟台美的關係 可以好到這樣子嗎 所以 然後就食品安全 等一下我們來談這個 然後保護 這個豬農生技不受影響 我以前養過豬啊 但是 我想這個100億基金 你要怎麼保護生技不受影響 因為你這個 那除非讓我們用 也用 一樣的藥去跟他 比這個價錢的低 因為我想台灣人都喜歡吃 高CP值的東西 下一張 那你用這麼大陣仗來 我在5月初的時候 跟 陳教華老師 陳教華委員 開了一個 記者會 就是說明 台鹽的健康減納鹽 他用了50%的中國進口的綠化鉀 進來了 然後在台灣做成鹽 結果他的原產地寫台灣 這樣的東西都會被 衛福部 違反 其實這已經他就是符合這三個 他只是簡單的混合 簡單的結合跟稀釋 這個不屬於 實質轉型 但是衛福部 在 委員的這個 記者會上面 說這個就是實質轉型 我當時就警告他們就說 你這樣講下去的話 那後面沒完沒了 所以剛剛在講說什麼 剛剛有些人擔心說 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會有漲價的問題 不會啦 因為 按照 再下一張 按照我們原產地認定標準 你想想看 定義他 在下面 所以 你看啊 像我們講到豬肉 他是第二張 再下一張 你把它展開以後 那屬於 02 03 這樣下去 然後再下一張 但是我們一旦變成了 肉或其他的調製品 所以 不用擔心啦 你豬肉只要加了一滴醬油以後 按照衛福部的說法 他就是台灣制 沒有人會違法 擔心什麼 所以我擔心是吃不到美國豬肉 我擔心不能夠吃到一頓美國 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沒有辦法變成美國人啦 下一張 所以 你可以看到他做成香腸啊什麼這些都可以進來 所以你擔心什麼 那膳食業者不用擔心啦 不用怕漲價 再下一張 因為 依法 今天他們沒有來 他們當然不敢來嘛 再下一張 所以你看這麼多的東西 竹帆不及備載 我還沒弄完啦 有那麼九百多項 再下一張 怕什麼 然後 現在要講到政體 你真的要管制要怎麼管制 你講到這個國際地位 這個就是國際標準 這WTO的標準 我們就按照這個來 來進行 我也是美國受訓合格的 HACCP的集合員 所以我知道要怎麼做 在下一張 今天也為什麼請 那個財政部的來 因為當年我在查馬肉的時候 就已經練習過 其實最後去查 都是在查這個 照 美國你從他的飼料就開始查起 是不是真的用了瘦肉精 還有任何其他的東西 然後他做成在養豬場 然後做成 到屠材廠 然後到Meat Packer 他去包裝廠 包裝肉 然後出口 那每一關 按照美國的 HACCP全都有Tracking 你只要把萊克多巴胺 射成一個 HC 就是 對不起 HA 就是hazard 危害事項 因為這個危害事項 他進入了這個 鏈裡面 他就不斷地要被 追蹤下去 所以 那跟著他的 這個 發票 就一直走下去 所以 不會有問題 所以 他進入了大盤 進入了賣場 進入了加工 所以 你如果大盤的話 他的生鮮 比較容易識別 像Costco 我不擔心 OK 那 像這種地方 他就會識別出來 但是問題是說 你進了賣場 這些 他經過反覆的包裝以後 你 然後加工以後 你根本追不到 再加上我們的法規 你只要 一經過加工以後 一經過重新的包裝以後 就變成 原產地 就變成台灣 這是 法律的規定 所以 如果你們要被 被告 被起訴 不可能的 調查局去抓你 你就說按照這個 不會 所以剛剛調查局 也已經 欲埋伏筆了 就是說 要看主管機關的定義 告訴你主管機關的定義 就這個樣子 言 他都沒有調和 沒有怎麼樣 加在一起 就變成國產的 現在這個主管機關 就這樣認定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廖 喻嫻議員 請廖 不信任